成吉思汗 意志征服世界 第四十五集 事攻西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叫党相的民族 住在今青海省边缘 他们人数众多 英勇善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也逐渐由甘肃 向着鄂尔多斯推移 十世纪末 该民族领导人李继谦 利用中国五代时期的大混乱 以中国东北强大的辽国为靠山 积极发展 十一世纪初 野心勃勃的领导人李元昊 在对北宋的战争中占据优势 于是他宣布成立西夏国 他理所当然的做了皇帝 西夏控制着今宁夏全部 甘肃西部和陕西北部 是个在中原人眼中 毫不起眼的国家 西夏是个自负的国号 意思是西方的华夏 这个国家受汉文化影响巨深 儒学深入人心 西夏的国土 大都集中在黄河上游的山越地带 沙地多 但是由于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通道 所以经济比较富裕 不过毕竟国境狭小 人口不多 所以西夏的常备军不过六七万人 西夏靠着世大生存 辽强盛世 任辽为宗主国 金取代辽后 西夏又承认金国是他的主子 成吉思汗对这些情况早就了如指掌 这是因为克列部和奶蛮部 很久以来就同这个国家来往 成吉思汗只凭道听途说 就可以知道西夏的基本情况 实际上他在建国前一年 就对西夏采取过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由三千人组成 目的是追击桑昆 桑昆在一年前逃到西夏 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在西夏 成吉思汗的这支部队非说着桑昆就在西夏 要他们交人 西夏人同他们无理可讲 于是战斗发生 双方首次的交战发生在一个小战 也是一个小型城防 这是蒙古人首次见到城墙 他们对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干瞪眼 在围困数日之后 蒙古人终于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造出了简陋的工程器械 西夏的守军不堪一击 寨子倾刻而下 蒙古军把城寨移平 把敌人杀光后继续向前推进 来到启陵古萨城下 他们再度傻眼 这是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城 有内城外城 瓮城和护城河 守军在上面一阵乱箭 蒙古人是把马就跑 一直跑出弓箭射程之外 才杀住马蹄 列阵之后蒙古军队派使者到城下喊话 当然身边跟着翻译 使者说了 你们赶紧交出桑坤 不然我们就一平城市 让城中鸡犬不留 西夏人莫名其妙啊 就问了谁是桑坤呢 使者说 先不讨论桑坤 你们赶紧贡献出若干粮食 若干马匹若干美女 西夏人火了 你们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地盘上要遮要纳的 当我们什么人呢 赶紧滚蛋 另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使者回答说 我们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军队 西夏人不知道啊 摇头了 说没听说过啊 我劝你们哪来的就滚回哪去 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射成刺猬 使者从身后拿出了一颗人头 扔到城下西夏人用钩子从城墙上把人头勾上去 使者说了 这是前一个小寨守将的脑袋 你们不开城门投降 他就是你们的榜样 西夏人似乎认出了这位同僚 哇哇怪叫 吼道 放箭快放箭 射死这个畜生 剑如雨下 蒙古军看到他们的使者和翻译 被箭雨遮蔽了身体倒在地上 箭花绽放 蒙古兵团的指挥官下令攻击 一匹骑兵下马 扛着工程使用的云梯和长杆 发一声喊 猛冲到城下 冲的时候有两百人到城下后 就剩几十个人了 这几十个人没运当头 因为手里除了三尺马刀以外 空无一物 他们紧贴城墙 可怜巴巴的望向自己的队伍 还未等他们发出求救的呼声 滚废的热油从城墙上泼了下来 他们被烫的是哭爹喊娘 不多时候就死掉了 对于工程战术 蒙古兵团是陌生的 不过他们是个有活力和学习力的团队 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工程 首先让骑兵以S型 在墙下快速移动 用剑猛烈的压住对方的弓箭手 然后工程部队快速出击来到城墙之下 三人紧握一根长杆把士兵送到城墙上去 粗重的原木也运到了城门口 在猛烈的撞击声中 城门由瑟瑟发抖变成了轰然倒塌 蒙古士兵扔掉原木抽出弓箭和弯刀 对着正在城门口魂不附体的膝下士兵 是一顿乱射乱砍 麒麟古萨城就这样稀里糊涂的陷落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把护城河的吊桥拉起来 麒麟古萨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全被屠杀 蒙古兵团驱赶着大量的骆驼与马匹走出城门前 一把火烧了该城 蒙古兵团突然就发现了 攻城其乐无穷啊 本来想继续推进 打到西夏的老窝去 可是成吉思汗传来命令 让他们回草原参加呼里台大会 这支兵团只好驱赶着骆驼和马匹掉头回国 不过他们并未按照来的路线回去 而是半途转了个小弯来到了洛斯城下 洛斯城刚刚得到消息 一只野蛮如魔鬼般的兵团连下两个城池 他还未搞清这支兵团到底什么来路时 蒙古兵团已经兵临城下了 照例 蒙古人派出使者向洛斯城守将宣读 投降从宽顽抗死路的惊语 洛斯城守将认真的审视这群野蛮人 发现他们劣阵有序 士气高昂 弓箭夺目刀光闪闪 连一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 宣布投降 蒙古人对这个实时务的城池也很满意 牵走了城中所有的骆驼和马匹 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洛斯城 这就是成吉思汗兵团第一次打西夏的经过 成吉思汗在指挥官的夸张描述中产生了一种错觉 那些城池国家的城池并非坚如磐石 也并非不可战胜 和草原那群窝囊废部落一样都是不堪一击 尤其让成吉思汗对西夏产生浓厚兴趣的事 西夏富裕但脆弱 他的大蒙古国强大但是贫穷 所以西夏很有可能成为他财富的源泉 在这种思路的作用下建国后的第二年夏末 太加森林部落归顺之后 成吉思汗命人给西夏皇帝李安全写信说 我是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 你是柔弱不堪的西夏国皇帝 听说你们信仰佛教 而我的国家也有人信仰佛教 咱们可谓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我看你的国家又小又弱 周边都是强国 很容易被吃掉 我可以保护你 但是你必须要向我纳贡称臣 李安全是靠废除先帝登基的 心理素质极其强大 不会被一个野蛮人威胁到 他的回信充满了对成吉思汗的不信 他说你们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 使用的还是威吾尔文字 居然还敢丢人现眼 要来就来 我百万大军磨刀祸祸等你来 成吉思汗先是暴跳如雷 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开始进行周密的计划 调动20个千户和弃削军 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军队进行工程训练 同时派出数个侦察小组 离开主力几十里进行情报搜集和武力侦察 秋季的第一个月结束后 他的兵团如神兵天将 兵临西夏国乌辣海城下 在此之前 他的侦察小组把一个西夏牧羊人放进了乌辣海城 传播这样的消息 成吉思汗兵团对于坚守不祥的城池 破城后必突进城中之人 这是成吉思汗惯用的攻心战 传播恐惧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但是乌辣海城守将从未见过成吉思汗兵团的威力 所以对这种大话置之不理 乌辣海城虽然不是高大壮丽的城池 可是对于工程经验匮乏的蒙古兵团而言 其防御功能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成吉思汗兵团猛攻了几十天 毫无效果 他的部下升起沮丧情绪 成吉思汗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派人向乌辣海城守将提出下列要求 如果交出一千只猫和一万只小燕子 他就撤兵 乌辣海城守将对这样滑稽的条件大为惊异 他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啊 不过守城很辛苦 他宁愿试一下 于是乌辣海城中的猫和小燕子没运当头了 几天后 守将把成吉思汗要的猫和燕子如树奉上 并且疑惑的问 你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呀 成吉思汗笑而不语 这就是他的妙计 他让人在猫和燕子的尾巴上 拴上毅然的麻絮 点上火之后下令一起释放 可怜的猫和燕子因恐惧而疯狂的向着自己家跑 燕子唧唧喳喳的飞了进去 猫顺着城墙斜坡处疯狂的逃进城中 整个乌辣海城里顿时是火光冲天 所有的卫兵都在同猫和燕子搏斗 成吉思汗就在此时发动总攻 蒙古士兵像是疯了似的 在狂欢中攻破了乌辣海的城门 成吉思汗占据乌辣海城后 四顾茫然 他不敢深入 因为那个人口稠密 河渠纵横的世界是陌生的 他只能在乌辣海城周边进行武装掳掠 随着冬天的来临 他面临着困难 西夏皇帝李安全已经调动精锐 在乌辣海城周边三十公里 打击他掳掠的部队 春天即将来临时 成吉思汗认为 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吞噬西夏 于是从乌辣海城撤退 撤走前 有人建议焚毁该城 成吉思汗却阻止说 下次来时 我们就拿他当据点 如果烧毁了西夏人不重建 我们岂不是很被动呢 第二次打西夏 让成吉思汗更深刻的理解了 城池国家的特点 同时为第三次大规模 大纵深的进攻提供了条件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 成吉思汗第四十六集 水焰中兴福 敬请收听 比智慧更强大的是意志